对待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在共同主办国波兰热闹登场的时候 星期天大约有500多名波兰人在波兹南市集会抗议欧洲杯比赛 认为一场欧洲杯的比赛将原本要用于社会支出的公堂 竟然拿来兴建比赛的场馆和设施 爱尔兰队和克罗蒂亚队的欧洲杯小组赛 星期天将在波兹南市上演 两国球迷已经纷纷前来助阵 不过当天的另一道风景线是反对欧洲杯的抗议人群 大约500多名示威者敲着鼓举着横幅 上面写着人民高于利益 要面包不要比赛 一位示威者表示 为了主办欧洲杯 波兰政府在过去四年多时间里已经花费200亿欧元做筹网 而其中60%用在了道路建设上 是共同主办国乌克兰花费的两倍 占全波兰年产值5%的建设项目带来了强劲的经济动力 让波兰在欧洲经济危机中持续保持四年的增长 并创造了三万个工作机会 不过人们担心随着欧洲杯结束 波兰经济也将繁荣不再 业内人士警告说 赛会的足球热潮结束后 进一步的麻烦才要开始 因外部需求放缓 最终可能会伤害经济 更导致许多建设公司破产 目前建设了三座2012欧足赛体育场馆的建设公司 波兰排名第三的建设公司PBG 已经在本周因资金问题而申请债权人保护 新唐人记者方鹏综合报道